属牛的朋友在2022年的运势 在过去一年由于日本命连值太岁的影响 属牛的人在各方面的运势都受到波及变化不定 但进入2022年苦年的时候 有两个是有利于感情和事业发展的加星讲照 温西是有所改变的 亦有稳步上扬的趋势 宿偶人只是做事的时候 凡事都脚踏实地 有望过渡令人鼓舞的年份 摆脱了本命连的阴影 温西最早起息在感情方面 因为有红联的星入命宫 因缘必渡门 单身者有望遇到心动的街园 尤其在去年因为受到范太岁的影响 无奈陷入不结即婚 即是不结即婚的局面的朋友 有望吉星眷顾下 重新去弥得稳定的美好姻缘 至于感情稳定的情侣 今年心中有组织家庭渴望 如果双方觉得大家的关系成熟 可以考虑更进一步步入婚姻 展开人生的新旅程 在事业方面 今年的吉星有天月的星 力量非常强劲 这颗星亦是代表贵人星 属牛的人和上司或长辈的关系亲近 从中能够获得不少有利事业的发展助力 即是有贵人 务必要把握难得的年份 在一些重要的决定上 听取长辈的意见 学习成功的经验 更加能够事业观公佩 同时也要尽力发挥个人的才华 勇往直前 正所谓赢就谷输就属 能够见到一个提升 不过由于受到墨月的牵动 墨月的牵动 属牛人今年可能会面对一些 从未接触过的新环境和工作领域 初期无法适应或逃避心理出现 但要及早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 去适应增强自己的信心和勇气 内心的压力就随之而时间慢慢消失 千万不要气馁 另外在健康方面 熟悠的朋友 仍然要多加留心的部分 就是受到病扶声的影响 身体就会出现不少的毛病 例如伤风感冒咳嗽等等的症状 应该在饮食和作息方面有适当调整 整括来说 熟悠的朋友今年的运势都是向好的 稳步上扬感情发展如雨得水 事业发展都是如日方中 虽然有不少的压力需要面对 但只要内心坚定发奋向上 亦有望过一个好好顺序的年份 不再让你孤单 阿沙陪丽娱乐观笑人间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ent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Woohoo Woo